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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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thank you 你看这个video 那你看这个video 我想你都是对物业投资有兴趣的 那很多人觉得物业投资就投在住宅那里 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就是做商业的 那我就会自己就想做多些商业的投资 那商业的投资通常的银码是大一点的 就是可能买个工厂啊 买office啊 买铺位啊 那些银码是大一点的 那我要 现在要educate 我的投资者 那可能大家一起呢 可以集资一起去投资这个物业 因为银码大 还有多些人 是好玩一点 我觉得又减轻个风险 那我就 就现在会做一系列的video呢 是解释下 那个 commercial property 的好处 或者分别 我就觉得是好处 就 不过 绝对是 和 sorry 和residential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第一个advantage呢 我就 在这个video介绍呢 就是 它的租约呢 是 typically来说 是长一点的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二十五年 都有的 maximum呢 是一百七十五年 当然啦 我不expect 你签个lease 一百七十五年啦 还有没有人肯签这个lease啦 不过呢 你在那个commercial lease 就是有那个ability 去放那个end date呢 是很重要啦 做住宅那些 在苏格兰呢 我们那个 那个lease 或者那个叫tenancy呢 就叫做prt 那呢 就没得specify 一个end date 那有 住宅那些 那些lease呢 就是 我想你们都有 和我 有个商业的client去签呢 都是签五年的而已 那在英格兰呢 如果你 如果你 签些lease呢 都是签半年的 就是那些叫做 就是 SAT啦 是签半年的 sorry 是AST assure short tenancy 是签半年的 我们苏格兰呢 是 就是 那个租约是 完全是活的 所以呢 potentially呢 如果你是一个 residential的租客呢 他租你一个月呢 跟着serve notice 走人 都可以的 那在commercial呢 这个就很 unlikely啦 因为 你的租客呢 是 是做生意的嘛 他 都要做一段的时间啦 是不是先 even 在现在呢 那个经济不好呢 你开得生意 你都要有信心 就是 去 可能做几年啦 ok 那当然啦 有short term lease的 有 有时呢 你见到呢 那些店铺呢 被人租一个月 两个月 那样去租都有 因为你找不到 一个 长的租客 ok 我讲的 正常的时间呢 正常的condition那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 想做生意 你投那么多钱下去呢 和你 如果那个铺位 那么重要 就是 有些铺位 怎么说呢 有些生意呢 铺位是很重要的 ok 就是好像 比如饮食那样 才算啦 饮食 那呢 你投了那么多钱 去装修那个铺 那些人去惯那个铺 那那个铺 那那个租客呢 都不想 和你签那么短的lease 是不是先 因为不值嘛 ok 如果他做起了生意 没有和你签一个 长的租约 那他就好 没有什么保障啦 那我就觉得呢 这样东西是对一个业主是好处 ok 那 even呢 那个租约呢 sorry 那租客呢 是租不到都好呢 就是他交不到租呢 他都是liable to the 租的 还有呢 他可以卖那个 嗯 卖那个租约 卖那个lease 给另一个人 直到 那个租约是完的 所以呢 你那个income stream呢 是比较stable啦 譬如我签了15年 每一年呢 不是 或者每3年 5年呢 有个break 即是对方可以 可以走的 你可能每3年都可以有个rent increase 其实这些terms呢 怎么谈都可以的 standard practice呢 就是 standard practice呢 就是 每3至5年呢 那个租客呢 要求有个break clause 又没有penalty的 不过如果他投了这么多钱下去 OK 好像譬如一间 一间饮食的 就是 就是 一个coffee shop 或者一间餐馆 这样 他投了这么多价餐下去 他3年 5年走 OK 他搬走那些东西 OK 他execute他的break clause 他就可以走了 其实你都可以 很容易租出去 因为你有了他的 基本上他的工具 搬不走的嘛 桌子等等呢 他搬得走 不过不值钱的嘛 那些equipment 那些他搬不走的嘛 那些呢 是属于你的店铺的 在那个lease来说 是属于你的店铺 他不会搬走他的 如果他搬走 就搬走 那他又要用这么多钱呢 他都没钱了 他还要用这么多钱去搬走那些东西 是吧 那变了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advantage 就是那个surety 和那个surety of收到的租金 和他长的lease 和住宅呢 是很大分别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商业的店铺如果找到好的租客 一个好的租客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店铺呢 那些饮食店啊 或者某些店铺呢 做了20年 30年 40年 香港都是的 都做几十年 都是同一个租客 那如果做住宅呢 就unlikely了 我自己的experience呢 就这些租客呢 就两年三年 就会走了 除非我是签到我那个corporate client 我可以给你五年来的那个 那其他呢 就很快的 三年平均呢 就会转一转的 因为人呢 要move on的嘛 可能他 很多原因啦 可能他存起钱啦 要买屋啦 或者他的工作 不在Glasgow啦 他要去其他地方啦 或者他和他的partner split up 太多factor 但你做生意就不是啦 做生意是稳定很多的嘛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分别 我还有第二些video呢 是介绍 第二些分别的 和advantage的 谢谢大家 这个影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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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